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羅文的傳動認識篇 今天最主要要跟大家介紹說,你知道羅文的原理嗎? 你有沒有發現說,即使有一些工具機或是一些結構 我們不用出很大的力量,可是卻能轉動它或是把一個東西抬起來 今天就是以這樣的角度帶大家來認識 其實我們運用到的就是羅文這個斜面的原理 以及說我們有些東西,像是螺旋角或是導層角 我們需要知道的時候,那你往往可能想到的是三角函數 那其實我們有更快速的方式,我們不用工程計算機或是一些算法 我們透過軟體也能知道我們的角度是多少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認識以及怎麼去了解它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帶大家來認識一下,螺旋是怎麼樣的原理呢? 那我們從畫面上的左邊來看 螺旋一般都是像羅文這樣 它是一個直線,然後圍繞在一個圓柱 所產生一個螺旋 那我們把它攤開來呢,我們就可以得知是這樣子的 那一般呢,這個外邊的底下這裡呢,就是我們圓周長 那這個地方是圓周長 那這個螺距呢,代表說 這個螺旋呢,轉動一圈的時候 它的這個高度,所行走的高度是多少 好,那這裡這個螺距以及圓周長 等一下會跟我們所要了解的螺旋是怎麼省力是有關係的 那這邊我們要知道的是,像這個斜邊的地方 都是它傳動的行程 所代表的是我們轉動一圈呢 它實際上行走的行程是這樣子的 那這裡呢,變成一個三角形 所以呢,它是這邊的比例是有三角函數的關係 那這邊各位不用太擔心 你會想說,我不會用三角函數該怎麼辦 或者是說,還得用到工程計算機 我才能夠運算出這些數值 等一下後面也會跟大家介紹說 我們怎麼樣透過軟體 自動幫我們產生我們需要的一些尺寸 那這邊是會比較輕鬆的 那這裡呢,這個地方螺旋所抬高的這個距離 這個角度呢,就是導層角 那導層角相對的,第一個角度就是螺旋角 那一般這個地方是90度的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得知 其中一個角度的時候呢 運用90度去把它剪除 我們就可以得到另一個角度 那這邊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圓周長以及螺距 所代表的是 當我們的螺旋轉動一圈的時候 所抬高的距離是螺距 那這裡呢,先讓大家理解一下 等一下後面的省力的原理呢 各位才會有一點概念 那這邊讓大家先去了解一下 接下來呢,要介紹的是螺旋角的快速的計算方式 那這邊導層角一樣的意思 那這裡呢,如果是一般我們的做法 都是使用三角函數裡面的tang 就是0邊分之對邊 所這樣計算出來的結果 那這邊你也不用擔心 如果你是不會使用三角函數 或是沒有工程計算機的話 我們就沒辦法算出導層角度嗎 那其實現在呢,我們可以透過2D或3D呢 來把它計算出來 我們只要畫出一個三角形 然後標註了 拍D的尺寸以及我們的螺距的尺寸 那軟體就會自動幫我們做出來 我們只要做標註角度的尺寸呢 我們一樣可以得到導層角 或是螺旋角 那這邊呢,我們大概可以理解一下 一般呢,我們如果是沒有這個傾斜的面 我們剛剛前面的章節有講到 螺旋呢,是運用斜面來達到損力的 所以呢,我們如果沒有這個斜面 直接從這裡往上的時候呢 那相對的我們的施力會比較費力 那如果我們有一個斜面的話呢 我們的施力點就會變小 那我們就可以用比較小的力量 然後呢,一樣可以達到我們想要的目的 那相對的我們時間會變長的 這邊比較更詳細的呢 等一下後面的章節會來詳細的講得更說明 那這裡呢,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當我們的導層角 計算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相對應呢 我們所知道的尺寸呢 都可以把它計算出來 我們不需要透過三角函數 或是運算的方式 其實我們只要在軟體裡面 我們用草圖把它畫出來 那剩下的你想要的尺寸呢 其實都會得到答案的 那這邊讓大家嘗試一下 是非常快速的方式喔 接下來呢 就是這個章節的重點 那我們的螺旋呢 是怎麼樣來替我們省力的呢 那這邊跟大家講解一個原理 那這裡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假設我們在爬樓梯或者在爬山 那假設我們沒有螺旋 我們是要直接從一樓 要爬到三樓 或是從山下要走到山頂的時候 我們需要行走的這一個路線呢 我們必須要花非常大的力氣 你可能要攀岩 或是用垂吊等等 或是攀爬牆壁的方式 你從一樓直接要爬上去 那這樣是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們需要的力量 需要畫的力量要非常大 那假設我們今天透過樓梯 或是我們做山路是傾斜的 那相對我們在爬到樓上 或者是我們要到山頂的時候 就會相對的輕鬆 那這邊我們有一個概念就是 這個傳動比例呢 是圓周長來跟羅具之間做相處 就是圓周長處於羅具 那這是什麼原理呢 我們想像一下 當我們的螺旋呢 圓周長我們轉動一圈之後 所行走的一個羅具呢 就代表的我們的一個比例的關係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們越小的羅具呢 傳動的力量就會越大 因為這樣的傳動比呢 會最大 假設羅具非常小 然後你的圓周長非常大的時候 那這裡我們所需要勢力的力量就會變小 但所有的事都不是這麼的完美的 因為當我們的傳動力變小的時候呢 或是變大的時候 你相對的行程就會不一樣 你的傳動的力量如果 需要越大的時候呢 你的行程就會越小 相對於就是花更少的時間 可是你要花更大的力量 那如果我們反過來 我們要花很小的力量 可以去推動一個東西 那我們需要花的是 比較長的距離 那所代表的是 你的時間會花比較長 那其實這個概念 我們可以從爬樓梯或爬山 可以去想像出來的 如果我們直接呢 從山底走到山頂的話 那所花的時間當然是最少的 但是你需要花非常大的力氣 才上得去 那如果我們是用爬坡的方式呢 我們會比較省力 但是相對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邊有幾個範例 讓大家來理解一下 那假設羅具 我們要攀爬的地方 都是一樣的 但是呢 我們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在我們的導層角 那導層角呢 跟我們的圓周長又有關係 當我們的圓周長越長的時候 導層角相對越短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裡是零度 零度的話呢 我們所除起來都是零 所以我們這裡呢 它的傳動筆是幾乎是沒有傳動筆 所以我們要花非常大的力氣 我們才可以推動一個東西 所以這樣呢 是完全是沒有省力的作用 那假設我們看到這邊 畫面上左邊這裡 這裡的話 假設它的圓周長是60 然後羅具是30 我們相處之後呢 它的傳動筆是6.28 那這邊給大家一個概念 當我們傳動的時候呢 我們一樣要考慮到的幾點 就是摩擦係數啊 或是一些傳動的角度等等 但是我們初步想要知道說 我們的力量大概是幾倍 放大幾倍的原理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概念 大概可以理解到 原來我們的施力呢 大約的方向在哪裡 所以傳動筆是6.28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等於說 我們原本要施加的力量呢 可能是一個F1的力量 那如果是傳動筆6.28 等於說 我幾乎呢 可以用六分之一的力量 就可以達到原本的功效 那這樣就是一個省力的裝置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相對的 這裡行走的距離就會變長了 行走距離呢就是我們這個地方 這個斜面 那斜面變長相對我們畫的時間會越多 那這裡我們看到右邊這裡 我們都是一樣的邏矩 假設這個πd 這個圓周長呢是比較短的 那相對它導成角就會變大 那變大的時候呢 我們除起來 傳動筆是1.256 那這裡呢就是 但是我們要施加的呢 可能只剩下一半的力量 但是這裡呢我們可以用六分之一 所以我們從這幾個算法以及理解呢 我們可以得知說 當我們導成角越小 越小的意思代表這個斜面呢 角度越小的時候 我們是最省力的 越小越省力 那我們相對的要知道的是 行走的距離會變長 那就代表說假設這個是一個馬達 你的馬達就要轉更多圈 但是你的馬達就不需要太大的馬力 稍微 可能比原本還要小六分之一的馬力 我們就可以帶動這個東西了 那這裡呢就是一個省力裝置 那這邊讓大家理解一下囉 接下來呢要介紹的是實際運用場合 那在我們的螺桿以及滾珠螺桿 這裡呢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 運用在工具機 那工具機裡面其實我們很常看到 螺紋傳動的運用 那螺桿像是洗床、車床 像這類的工具機我們都會看到 甚至有一些比較高靜密的呢 我們會看到滾珠螺桿 那滾珠螺桿因為呢 它的製程比較複雜以及困難 以及說它有一些低摩擦係數等等的 所以相對的它的架工成本 整體成本都會比較貴一點 但是它的優點是非常多的 像有時候我們如果使用 螺桿、提形螺桿或滾珠螺桿呢 因為它的滾珠螺桿呢 它有更低的摩擦係數 所以它可以更省力 我們在一開始啟動的時候 更省力的去帶動一個弓箭 那這樣子呢 主要的原理是這樣 那我們如果透過剛剛所了解的省力原理呢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就會發現說其實 我們有一些螺桿呢 其實它的螺桿都沒有太大 主要的原因在於說 這個導層角如果不要太大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可以帶動呢 省力會更多 所以我們的放大筆呢 透過剛剛的理解 然後呢 再套用到我們需要的結構 或者是工具機上面 你就會發現 原本的工具是帶一個非常重的物件 假設是洗床好了 它的床台這麼重 那你有沒有想過 床台這麼重 我們怎麼能夠透過手 轉動手輪 那床台就可以移動了呢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它那麼重 竟然可以推得動它 其實我們就運用的是螺紋的原理 以斜面導層角 跟它的傳動筆來做一個放大 所以你手其實不用太大的力量 一樣可以推得動它 就是這樣的原理 那這邊讓大家去理解一下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羅文傳動的運用認識篇 那其實呢 我們羅文最大的一個原理在於說 當我們把它攤開來 它就是一個斜面的一個原理 所以呢 我們其實換另外一個角度 簡單一點就是 你把它想像成是 你要爬山 或者是要爬樓梯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更理解說 我要怎麼樣才可以省力呢 如果要省力就是 我這個斜坡不要太抖 你的斜坡一點點就好了 那當然是最省力的 我的車子不用 踩太大的油門 我就可以往前進 往前往上 慢慢的往山頂去行走 以及說爬樓梯 我如果這個樓梯不要太抖 我在爬起來的過程呢 我也不會太費力 就是類似這樣的原理 所以羅文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的導層腳 不要太大 不要傾斜的太抖的話 其實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達到省力的功效 但是我們要理解的是 相對的你要走的距離就會更長 走的距離更長 代表你要花的時間更久 所以我們如果這個 傳動呢 螺桿或是滾出螺桿呢 是運用馬達來帶動的話 你就要有一個概念 雖然我們比較省力 但是馬達它要運轉更多圈 運轉更多圈之後 才能達到你想要的位置 或是你想要的成果 好 那所以呢 有時候會透過減速機 那這邊我們就要去理解 減速機一樣是把它放大的功效 但是你的轉速就會變慢 那其實羅文的地方 一樣的道理 當我們的傾斜腳 越抖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施加的時間 當然是越少的 那相對就是要更多 那這裡就讓大家去理解一下 所以呢我們運用到 像是工具機 車床洗床 甚至一些工具 我們的弧鉗 西行甲 或是像千斤頂 你就會發現說 弧鉗我們是用手去轉動它 但是能加持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或者這樣西行甲 我們在轉動的時候 其實也都是用手去固定它 頂多再透過一個槓桿原理 讓它這個扭矩變大 但是它能夠施展出來的力量 似乎是我們手轉出來的好幾倍 其實就是用羅文斜面 這個傳動筆的原理所造成的 像是洗床 這些加工機 非常重的一個物件 它甚至這個床台可能有100多公斤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透過手 轉動它 那就是這個斜面所產生的一個放大原理 以及省力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 按個 swiftly 我們可以禁止 這個資金 我們可以二次見 也好 我們可以禁止 我們可以禁止 我們可以禁止